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小总真心话 各位朋友天气依然热 那真的是要多喝水 到阴凉地方 最近晒伤头昏什么样 一堆朋友都这样 那真的多喝水 今天啊 其实新闻是非常多 可是这些新闻都跟险急有关 你不要看很多事情好像在讲什么 其实都跟险急有关 包括你刚刚听我们主播在讲柯文哲的大忌惮 大忌惮本来就过不了关 就卡你嘛 就是柯文哲过去的手法 现在习狗勇也学会了 我用这个方式来卡你 柯文哲的恶劣啊 别人斜的比他更恶劣 就这样 那柯文哲 他其实每天在讲错话 每天弄一堆事情 但今天其实很多人在关心一个议题是什么 余政皇会不会出来开记者会 余政皇是谁 老实讲这两个礼拜我很怕他 突然 突然有不测你知道吗 两颗子弹有一个叫陈毅雄的人 突然就死了 死在台南的印尔 穿西装全身结版的衣网啊 那那你看 说那枪就是他开的 然后他就突然死了 那两颗子弹到底真相是怎么样 没有人知道啊 余政皇一直不出面 真的很怕他被做掉耶 因为现在就是 民进党政府包括国安局长 所有的指控 就是你抄林志坚的 结果你先毕业 变成 外界认为林志坚抄你的 硬要他吞下这个啊 那很多人讲 那余政皇是一个公务员啊 调查局的调查官 那他怎么办 如果真的有是非有真理 当然就出来开记者会 我哪有抄他的 我被他抄了 对不对 那其实抄得太明显了 谁抄谁其实太明显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余政皇写的错误的东西啊 林志坚都抄了 余政皇说 林志坚借我一些 民调的资料 那林志坚是什么身份呢 是准寿司 连这一段林志坚也抄下去了 林志坚会称自己是准寿司吗 不会啊 因为他到台大之前 他已经拿了中华大学的寿司 好几年了 他早就是寿司了 是余政皇跟林志坚不熟 才会这样讲 以为 以为 他也来练台大国法首 他过一阵子会拿到寿司 所以说他是准寿司 这种称呼就知道谁抄谁啊 所以今天整个民进党的不要脸啊 已经到了毁一所思 我讲的这东西是常识啊 你不必找说要教授要干嘛 这种就是常识啊 一个畜生党为了呼一个人 然后大家都全力来 你看了就是 就是这种恶行恶壮 国民党团啊 本来要找 要去拜访调查局 这你们调查员 为什么打电话永远打不到 因为他有分机啊 万一有人要报案呢 要跟调查局剪辑啊 你有分机啊 我手上调查 调查员的 就我跑新闻这些年来 调查员给我的名片至少两百张 你在那边跑新闻 董哥 来跟你交换名片 有什么事情啊 讲一下 对不对 他希望你有信息可以跟他讲 调查局希望这样嘛 我们才不理他 但是 总会换名片嘛 那他有什么事情 他也想 诶董哥 那事情你在现场到底是怎么样 也会 就这样 他们在外面布线 到处有名片 那人家要有事情告诉他 都找不到 那怎么可能 所以 国民党团本来要去 结果呢 民进党阻止啊 民进党执政啊 调查局长怕他啊 对不对 柯建明就骂 诶失色刑堂 各位朋友 我告诉你 我们现在台湾 现在的情况就是 我们司法单位 不管谁执政啊 都是亲民进党 不管谁执政啊 马航九当总统时候 柯建明的官司啊 请王金平帮他官收 然后 他是硬拗过来 然后把国民党打到趴 国民党就丢掉正前 到现在爬不起来 那为什么 因为整个司法都亲 王金平嘛 王金平就代表柯建明啊 那台湾整个社会 都批马很久 至少八成啊 台湾人自己不要脸 天下无敌 没有是非啊 所以我常常 碰到有些人跟我讲 诶董哥这个司法 怎么样怎么样 司法不用谈啊 因为我们台湾人 就纵容司法为二 台湾的司法官 九成以上都是狗官啊 就是狗官啊 什么叫狗官 看着他主人 主人就是民进党 就是蔡英文 所以他们用司法来整理太普通了嘛 对不对 那你总统会比司法大吗 马上就卸任六年多了 每个礼拜还要跑法院 为什么 我就司法 你不来我就集体你啊 总统大 还是我检察官大 还是我法官大 我们今天看到就是一个畜生横行 借着司法跟媒体 然后整个社会 习以为常啊 台湾社会一败坏 那A是应该的现象 A没有电 刚刚又讲台南停电啊 那你这个老实讲 我也不好意思讲活该啊 但是这个就是 咎由志祺啊 怎么办 你所有的事情 慢慢会报复过来的 今天很多人 司法怎么样 不要讲司法 司法是亲民进党的 怎么可以对我们这样 对将来会怎么样 都不必讲 因为这是鹰跟狗啊 柯建民在马航九当总统时代 都可以把一个司法案扭七层 马航九用司法来对付他 他的案子不了了之啊 没有了啊 他有多少案子啊 他打 他找个人 检察官就要跟他会面 他那时候还在野党啊 民进党就这么厉害 为什么 因为民进党是一个会报复的党 不管他执政或在野 他就是会报复 那执政不得了了 每个人都知道民进党会报复 所以每个人要乖乖提着现金 去给吴淑貞给民进党啊 就是这样 吴淑貞说 这钱不是通通我拿 我们都封给民进党 哪一个人没有拿我爸爸的钱 是啊 就来这一套啊 所以民进党最厉害就是 他媒体网路 跟司法勾结在一块 天下无敌啊 现在全台湾之后 我每天罵他畜生党啊 那他们就不要脸啊 就已经不要脸了 大家一起来 司法官律师 法律协者 然后就说 大家都在一块 所以台湾是什么法界 台湾法界是最可耻的 台湾的法界是 可耻到不要脸的天下无敌啊 台湾有什么法界啊 对不对 他们是跟民进党那些人 咬尾巴当走狗的 台湾哪有什么法界啊 讲到就是令人恶心啊 民进党是会报复的 谁敢那个 中华大协的系主任 系主任本来召集大家 来 你知道林志堅两篇论文都抄袭 中华大协这一篇更早 系主任叫马恒 他昨天辞职啊 我不干啊 为什么不干 他说我身体因素啊 为什么 事情吵了 从7月5号到现在 对不对 三个礼拜了 第一篇被吵了是中华大协 后来才吵到台大 两篇都是抄的 对不对 台大因为 号称龙头嘛 台大龙头 配 台大怎么龙头 台大 占有国家最大资源 占有国家最大资源 可是台大交出来的 还有台大现在的学 的老师 有多少人 有人品 有人格啊 什么龙头 对不对 这不是 一个大协 你至少要一点品格吧 台湾大协敢称他有品格吗 台湾大协 我老实讲 我不是说我考不上台大 我就 很多人在留言板骂我 哎呀就是一次 私立大协人啊 有什么好讲 好像讲我们怎么样 我从来不讲怎么样 但是我讲你总要有点品格 台湾大协构称品格吗 台湾大协交出什么样的学生 台湾大协有哪些老师 对不对 我要是讲他三流很多人说 哎你都骂我们 三流都没有啦 不用来这一套 挤出太多的例子了 台大出购怎么样的 过去有啦 现在已经不堪文论了 都像政党 向民进党倒下跪 什么台大啊 管宗明的案子这么明确了 就是不准 不准给管宗明上任 台大没有老实敢出来讲啊 那你看中华大协下系主任他不审 因为他看了这东西知道 我如果照规定审 这个当然百分之百是抄袭还用讲 可是我不能讲抄袭啊 我讲抄袭 那我得罪了民进党政府怎么办 对不对 我将来无地可泣啊 我将来申请一个 一个研究案 绝对下不来啊 我的路子就断掉了 得罪民进党就是这个下场啊 台湾每个人都知道 你在邪界 在政界 你在做 你做生意的 你敢得罪民进党吗 天天查你税 查水表 他们现在为什么 那么生气 苏宏达 因为苏宏达 刚好七年被他查过水表 所以他认为苏宏达 台大的社科院院长 苏宏达 绝对会对他不公平 各位 所以他们就开始骂苏宏达 苏宏达说 这是个丑闻啊 他们说你怎么 现在就讲是丑闻 为什么不是丑闻 你们现在讲 余政皇抄林志坚 这两个人都是台湾 台大狗花手的硕士 那你今天整个民进党 包括陈明通 包括那个都讲 是余政皇抄林志坚 只是余政皇先发表 那如果真的如你们所讲也是丑闻啊 你们台大狗花手的 余政皇怎么可以去抄林志坚 这不是丑闻吗 那我们的理解 还有我们现在看的情况 就是林志坚抄余志坚 那也是丑闻啊 不管谁抄谁就是丑闻啊 为什么就说 你怎么现在就有这种成见 老实讲啊 你看民进党 什么叫天下无敌 今天很多人在等 余政皇会不会开记者会 我告诉你不会 记者会开 因为你记者会开 他不晓得记者会问什么啦 我老实讲 而且问到最后你就不知倒地 不管你做多少准备啦 是不是 记者会并不是你来我先读一篇论文就可以走 那你如果走你就被批评了 你不敢面对记者的问题 开什么记者会 那你要面对记者问题 五个记者问你你就死了啦 碰到像我这种记者一个问你 你就死了啦 对不对 你就死了嘛 除非你讲真话 不然就是死路一条 所以他不会开啊 那他现在怎么样 反正 反正已经偷了三个月了 所以你就对他民进党政府带来 这些年来带来就可怕 整个社会的风气 比照有思惠感的人 大家怕民进党 那多数的人啊 民进党讲什么就是什么 因为台湾本来就是个忘恩负义 恩将仇报的社会啊 民进党告诉你 我们就是恩将负义 忘恩负义 是台湾人最大的美德 民进党告诉你 大家就相信了 恩将仇报 把恩人把他杀死 哎呀这个是 最大的公益 台湾人就七肢落雾 台湾现在就是一个这样的社会啊 对不对 就就是这样的社会啊 你会 你懂得报恩吗 台湾人懂得报恩吗 不会 他就是恩将仇报 他就是忘恩负义在你背后插刀 你千万不要说 哎我帮了台湾人怎么办 不用 你帮他 会害了自己的性命啊 你不 你不回报我就算了 他会把你干掉啊 因为他要到外面去吹熄啊 我今天成功是靠我自己 没有人帮我 就帮你了 已经被你干掉了 没有人会讲出去啊 你就被妹口了 我讲是一个真实的 的那个感觉跟经验啊 台湾 台湾是没有吃飞的 已经被交成这样了 所以你今天看到所有情况 为什么民党敢嚣张 马航九当总统时代 我们都可以把司法扭曲成这样了 变成 柯建民是对的 柯建民找王建民 官收司法 他们两个是对的 他们是被害人 然后呢 马航九是加害人 马航九加害他什么 马航九加害他什么 马航九用什么加害他 整个司法判决 马航九还被告泄命案啊 只是判无罪 可马航九也 官司也跑了三年啊 四年啊 跑了四年啊 对不对 占命案 每天跑法院啊 随时受害人 今天加害人 自己当做受害人 今天本来没有什么事情了 柯建民 为了官收自己的司法 去找立法院长王金平 然后弄一弄 被特征组查到了 人家要法办了 就开始去栽账 去扭转 台湾社会最没有公益 是非就是这件事情 此后整个台湾的司法 让我彻底绝望啊 台湾人的不要脸 就在这里 台湾遭受怎么样的 对待 说被怎样被怎样 我告诉你 你要讲公益 讲是非 那你就 你不用来跟我讲 你也不用到社会去公诉 因为这就是天经地义啊 这就是一个 你要 你要怎么讲 英狗将来会报应到的 一个地方啊 你怎么办 你们都没有公理 没有是非啊 你们有817万的人 要去 供 供奉给蔡英文啊 你们认为他是了不起啊 对不对 你有怎么是非 不要讲那些嘛 因为这是自己的选择啊 没有电视自己的选择啊 对不对 没有 司法没有是非是自己选择啊 现在抄袭的人反共是别人抄他 各位 因为他们过去都得逞啊 他们告诉台湾老百姓 何时很好吃啊 萊猪吃了还可以健康 还可以做成蜜汁火腿啊 对不对 大家都接受了嘛 明明知道什么是是非 将来不要谈是非啊 各位 在台湾要谈是非不是很好笑吗 你看台湾这些媒体 这些媒体靠民进党在成长在茁壮啊 他们从民进党里面拿到好处啊 那 那他们能怎么样 得了媒体就不知倒地啊 他们有政府益助啊 所以民进党他把无耻 下流 把他推到极致啊 周一扣 有一天控诉啊 所以民进党有个部长喔 姓骚扰我两次啊 那时候全世界都在流行一个叫me too me too 就从好莱坞 开始说 哪些导演姓骚扰 或者姓亲 某些女明星 然后事情就扩大了 叫me too啊 那 大家都 哇受害 哇谁是谁 很多淫谋 或者 拉皮条的 被抓去头牢 坐牢 你知道吗 台湾就说me too 那周一扣就控诉了 有个部长 部长急了喔 姓骚扰我两次啊 蔡英文说 那我来了解 把周一扣找去总统府了 喔 是谁 跟你讲了 官造生啊 没有 并没有说一个 一个性骚扰两次的 这个部长 这个部长是很有名的大协教授啊 很有名的大协教授 而且最近非常有名啊 他有没有怎么样 没有他官会做一大 蔡英文不要讲me too啊 我看到你我就吐了啊 不要脸 明明知道是谁还一直升官 你这种什么垃圾总统啊 你要脸吗 身为一个女性总统 对这种 不但不觉了怎么样 继续升官 这什么总统啊 什么女性 我有时候看这东西喔 我看了就很光火啊 对不对 可是台湾人不以为意 因为我们 看好莱坞美国的风头 我们就去蹭个乐 我们并不真的要去搞性骚扰 谁谁谁怎么样嘛 对不对 自由时报 也是用那种语言去修理 那个李彦秋 啊有怎么样吗 台湾社会有怎么样吗 觉得修辱你刚好啊 对不对 就这样 因为自由时报是 是绿色的啊 我告诉你啊 在台湾 你没有什么示威 台湾只有蓝力 而且只有力 只要力喔 永远对 我主张台独 所以我做什么都可以啦 就这样啊 性骚扰也可以 剽窃论文 抄袭论文 什么都可以啦 扭转司法 把自己臭的 变成是别人的臭 我们就这样啊 我们整个台湾就是 你只要台独 只要绿色 你就是永远是对的啊 畜生也变成人了啊 整个民进党是个畜生党啊 他通常变成人了 各位 你今天看的情况是不是这样 所以 中华大学 戏主乱马痕 我不要干了 因为我知道 我如果讲这个没抄袭 那我还用做人吗 我怎么跟我小孩讲 这么明显的 抄了百分之九十四点一 每个字都一样 抽字都一样 我怎么跟小孩讲 我怎么跟学生讲 我只要辞职啊 那我要 我要 我要即使讲 那我得罪民进党 将来怎么办 我不要审了 我 我 我不要当这个审查委员的 召集人可以了吧 各位每个人都 变成害怕这样 这叫什么邪界啊 台湾有邪界吗 每个人筋肉寒蝉 民进党带来是个怎么样社会 今天只有 老实讲 几乎没什么人 只有我每天在骂他是畜生党 我骂了 对不对 大家来想啊 我们要一个怎么样的社会 台湾社会 你不能跟民进党作对 作对你就会遭遇下场 司法就对付你 媒体就围剿你 网络就开始洗红箱 说你怎么样 然后把你祖宗巴在起底 哇 开始修理你 对不对 所以林哲仙是你的错嘛 你明知道 那个草地有问题 你干嘛扑下去 把自己肩膀弄伤 现在还要开刀 都是林哲仙的错嘛 和林之间有什么关系 各位你看 你今天看到台湾社会就变这样了 有一个教授 自称翁达瑞 台湾媒体很喜欢引用他 可是不晓得他是哪所大协 他说他是美国大协的教授 然后每天投书在网路上 写什么写什么 哇 大家就赵超 赵超一个不知道是谁的 阿猫阿狗啊 自称翁达瑞 你说是美国大协教授 哪一手大协阿 对不对 你既然自称大协教授 你告诉人家哪一手大协 我本名叫什么名字阿 可是这种没有的东西 最喜欢抄阿 最喜欢抄 自由时报什么 哇 都喜欢写 网路 网友两点 喔 然后国民党出卖台湾 网友 网友是谁阿 那是垃圾阿 对不对 那就垃圾阿 你要对人家做很大的指控 你一定要用真名字嘛 你躲起来 那时候我是美国某大协教授 好 说 球员会受伤 你们 台湾人小题大做阿 台湾人小题大做阿 你们这些人 球员受伤本来就应该了 球员哪有不受伤的 各位 虽然他后来道歉了 可是大家一看 就带风向 风向带不够 就赶快出来道歉 就这样阿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们台湾社会 你有讲真话的空间吗 今天在台湾 我每天 骂民党是垃圾党 是畜生党 垃圾总统 我每天骂 当然我人为言亲阿 但是你可以看看 我讲的东西 有没有道理 道理在阿 今天连系主任都不敢干 今天 苏宏达要查 先栽账他 先栽账他 你没有资格 哇 今天通缉犯被抓到了 还可以挑法官 那个法官是我表哥 让他来审我的案子 可以阿 那个苏宏达不行 苏宏达不行 他太公正了 他一定会判我有据 我 我通缉犯 我要挑法官 可以这样阿 笑死你 好 謝謝 董哥今天有什么行程 我两天去TVBS 56台路那个 新闻大白话 新闻大白话 是 好 今天从吴方府开 是 谢谢方府 谢谢 董哥 台湾人要醒醒 是 不然台湾没救了 的确是 谢谢方府 董志胜 谢谢志胜 小董 小编 武安 谢谢 他昨天有线上监管给台东 基督教医院 非常感谢 其实 偏乡真的需要很多陪友帮助 谢谢董志胜 谢谢 非常感谢 吴昭怡 谢谢昭怡 董哥 最爱小编 最爱小董真心话 谢谢 是 温森晃 温森晃 他PO給我一个图 那 我看了哈哈大笑 为什么 因为有人把陈时中 把他贴上去 那他说 晚上来贴 太厉害了 是 谢谢温森晃 还有洪家虎 谢谢家虎 听公里是非 就在小董这里 没有错 谢谢 然后 坑赖 是 他给我一张漂亮的图 非常感谢 然后 刘李华 谢谢李华 他给我大拇指 大拇指 就是赞了 然后谢谢董志胜 美国有董王 台湾 是 有郑王 是 就趁人家的 然后 月薰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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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一张漂亮的图 非常感谢 然后朱金刚 谢谢金刚 感谢金刚 是 谢谢 谢谢董哥 欢迎小董真心话 那 各位朋友 台湾的是非 民进党把它踩在脚下 人民也不以为意 人民票积极投他 对不对 英狗 这就是英狗 早上台南跳电了 这就是英狗 我不知道台南人很那个 因为苏澳也跳 台北也跳 新北也跳 到处都在跳 这个就是英狗 为什么叫英狗 我并没有分蓝力宣示 对不对 因为我们纵容民进党 每天说何人不行 我们要立人 你就是电太少 电太少 就会跳电 稍稍有个问题 天气热 天气热 很多 那就比较容易跳 老旧的基建 就比较容易停 就这么回事 各位朋友 柯文哲 这两天很火红 柯文哲 今天一天有他三条新闻 刚刚我们主播讲 他呛习狗勇大鸡蛋 被我爷爷 不只爷爷 我看不起这些人 他们拿大鸡蛋在玩 玩政治 柯文哲 台北市长还没当选 然后就开始修理了 然后当选以后就开始讲 大鸡蛋官商勾结的残务 直指马航九跟郝隆斌 前两任台北市长 然后一路弄 说大弊案 我们要弄一个 连政委员会来 结果弄一弄弄到后面 发现根本没有弊 然后呢 后面呢 后面他快卸任了 发现 哇这个蛋被他玩了八年 还在那里 太丢脸了吧 所以一直想说 赶快给他勾 结果勾不了 为什么 因为里面有些消防 烟啊 如果火烧体验的那个检测 这个是在营建署 营建署属于内政部啊 所以他现在开始呛习国勇 都不给我够 你怎么玩人家 人家就怎么玩你啊 柯文哲就是 就是这样啊 这是他的第一件新闻 第二件新闻 他昨天啊 就针对 重阳敬老军啊 他重阳敬老军 都怪原来的社会局长 就他学生叫许立民啊 他妈许立民喔 习立民已经回台大医院了 常被柯文哲骂 柯文哲2014年一上任 就找习立民当社会局长 社会局长说 重阳敬老军我们不发 柯文哲就替他占下 对 应该的 我们要改变 台湾社会怎么可以这样 然后呢 他就开始不发啊 前台湾每个县市都发重阳敬老军 这敬老军怎么来 我们过去重阳敬老人 就会送一个礼物 可是这礼物老人不一定喜欢啊 你今年送台灯 对不对 那明年喔 送天风扇 送到最后总会重复啊 台北市过去就这样送啊 送了你要一车一车去搬 很麻烦啊 他又不一定喜欢 后来有一年送中 那老人很气啊 跟我送中 你要干嘛 我讲的是事实喔 因为我跑新闻过久啊 后来 就觉得怎么样 不用了啊 送钱给他 他爱什么就 就让他自己去买 对不对 差不多多少价格 一千五百块 就这样啊 不要送了 你老人你把账户给我 我们就全部拨进去 不用里长也不用谁去送 外里长找不到人 到时候这个钱很难处理 又被私吞又干嘛 全部飞到户头里面 柯文哲上任的时候啊 老人就开始造车了 然后突然说 不给了 我们新的政策不给了 老人气炸了 你们已经叫我们提供 我们的户头的 的资料都给你了 突然就不送了 那柯文哲就冠冕堂皇啊 这个是不好的习惯 我们市政会 花很多钱不值得 这个不到七亿啊 他天天骂 然后骂那些花的 钱台湾每个县市都花 然后就好像自己 看守了这个 柯文哲每次说 他还多少债 那是假的啊 他是 从别的地方借一笔债 来还这个 然后说我还了债了 啊你那新债你不讲 他是借新债去还旧债 然后敲锣打鼓啊 这个人很聪明 他的157智商 完全在搞这个 做不了事啦 我告诉你 协力跟智商做不了事 我不骗你 一个人 能不能做事就是 就是一个性格啊 那他做不了事啊 他就是一个患童 可是患童又要假装 然后现在老 现在老人这个 两个礼拜前 他找副市长黄珊珊 开记者会 说我们要恢复了 我们恢复了 恢复从 从花 从阳进老金 好不好笑 你前面骂人家 骂了七年多 市议会要通过 市议会定了一个法律 他天天骂 浪费钱 钱要从哪里来 现在有钱啊 各位你怎么不看 我们看一个人 看一个过程啊 要全部看进去 台湾这些报纸 媒体每天做假新闻 他们新闻 不一定很假是怎么样 他们从中截起一段 那截起一段 这个话是你讲的啊 小董 我讲东西有前因后果啊 我讲有前因后果 他把你截断 就说你看小董 哇每天小董 骂台湾人是垃圾 是啊我举出很多事件 台湾人是垃圾啊 可是他不讲 台湾人就很愤怒 啊怎么可以这样 小董骂民党是畜生 是啊是畜生啊 我举很多例子 民党就是畜生啊 他不讲 民党很多人就很气 就去告我 就这样啊 有九个人去告我了 你知道吗 怎么骂我们畜生 是啊 你们本来就畜生啊 你看我举出这么多例子 怎么不是畜生 各位就这样你知道吗 那柯文哲 前几天啊 陈时中啊 大家记得陈时中 在万华 说我向万华道歉 如果我以言怎么样 柯文哲第二天就开始消遣他 哎呀你如果不是为了选举 你怎么会道歉 陈时中 柯文哲你如果不是为了选举 你怎么会花老人年金 你把人家卡八年了 羞羞脸 我说这种人怎么脸皮 柯文哲脸皮实在有够厚啦 对不对 你如果 然后黄珊珊 昨天也开始出来讲 哎呀我们当初啊 那个老人年金哦 把他砍掉实在太 太粗暴太草率了 哎 哎 那你这些年 这些年 你们怎么去呼啊 柯文哲的 各位 台 我们台北人啊 台北市的人 一点主张 一点看法都没有嘛 你听我节目你就知道 柯文哲当年怎么骂 那些花老人年金的事情 对不对 现在 黄珊珊说 哎 当初太草率 那太草率 太草率 你当副市长三年多了呢 三年对不对 那你那时候当议员 你为什么不怕他草率 要继续花 你还符合他哎 这个构成哦 我告诉你 市议会 就通过了 市议会气员就通过了 通过法律 就是规定你要花 你市政鲁就是只能遵守 我们台北市自治条例 柯文哲很不无气 提出复议 大家听我在节目上 讲过复议嘛 顛户的复 就是由市政鲁提出来 如果由议员自己提出来 就是光复的复 我在节目上讲过 柯文哲就提复议 复议 复议的意思是什么 你们议会 够办数通过这个 这个条例 这条例 规定我要花 我不无气 我再提复议 你们再重新审查一次 这一次审查的标准 要三分之二的人 的议员通过 结果议会表决 三分之二的议员通过 不止三分之二 几乎四分之三 有超过四分之三 有有 那等于说 你非执行不可 柯文哲不愿意 他要去行政院提出复议 去申诉 那行政院说 这个地方自治法 这个本来就可以啊 柯文哲很气啊 然后就 就假装 就叫 黄珊珊 他把他搞了很久啊 好几个也叫黄珊珊说 你去开记者会 我们要花啦 因为黄珊珊是要选市长的人 那你今天如果不是自己要 柯文哲没编议算 你知道吗 柯文哲任期到今年年底 今年不会花 那明年呢 明年他不是市长了 因为他市长12月25号要卸任了 所以这个人假掰就假掰在这里 然后叫黄珊珊 然后说 我还是不接受 我不要到场 各位不要到场 不要到场 他昨天开始怪罪他的学生 社会机长喜利勉 这都是他啦 然后自己屁股拍拍就跑回台大了 好像说你弄一个烂摊子给我 柯文哲那时候 为了老人敬老金讲了多少狠话 骂了多少人啊 许立民那时候是社会机长 黄珊珊你也附和啊 对不对 要不然市议会通过这个案子的时候 你就不应该叫柯文哲 因为你是律师嘛 你就应该叫柯文哲说 不要再去提护议案了 那你提护议案输了 又到行政院说 诶 这个护议案不算 那你是副市长 公文都经过你啊 你应该把他卡掉 叫柯文哲 不要再到行政院丢人现眼了 一定输嘛 没有 然后到最后这样 然后才变成自己是大善人 哎呀我们要发放了 各位 你是不甘不厌 到了自己卸任的时候 然后才说我们烟语发放 发放你任内 别人也领不到啊 各位 我讲可恶就可恶在这里 现在还要装好人 如果不是为了选举 你们今天会发放吗 这就是让人家受不了 柯文哲第三件事情最好笑 他昨天大胆一言啊 2024年喔 侯友宜会退党来选总统 朱立伦也会选总统 所以呢 到时候国民党就会大奔战 哇讲的斩丁截铁 因为柯文哲讲什么 会兑现的机会都很少 可是台湾人喜欢那种 限利的语言嘛 啊对不对 你要讲限利语言 哇因为他是柯文哲嘛 我也可以讲啊 我说我蔡英文明年会去变姓啊 他不要再当你总统 你们都看不起我 我也可以这样编故事啊 哇媒体就写喔 哎呀你看 哇侯友宜 2024年喔 会离开国民党 偷党来竞选总统 跟朱立伦对干啊 哇好像很冲动 柯文哲到底了不了解国民党啊 他只是因为他是台北市长 他有一张嘴啊 可是他讲的东西 都是错的 讲错很好听啊 他每天在收谎 可是他不觉得自己在收谎啊 红仲秋案的时候 柯文哲说哎呀红仲秋被灌了八公升的水 哇大家一讲 台大医生都这么讲的 所有媒体都登很大 我说我听你在放屁 你这种人还可以当医生啊 你连死亡证明书 医疗诊断书 很多啦 可以可是没有像柯文哲这么离谱 因为他是医生嘛 台湾人都信任医生嘛 台大的医生可以信任吗 理论上是可以啊 可是像这样 我讲的是一个常识啊 不管你有没有血液你都知道 你知道八公升的水有多少吗 八公升的水 你喝了一瓶就一公升啊 要八瓶 你的胃有办法这么大吗 像小董这种标情大汗 我就整个 整个这里全部都是我的胃好 我里面没有其他器官 我灌得了八公升吗 胡说八道 这种人信口开合 如果侯友宜到时候没有脱挡 那你柯文哲没有责任啊 反正我就站一个板面 信口开合 好 谢谢 刚刚练到竹菌钢 是 谢谢 谢谢金钢 然后Erico K 谢谢 董哥今天禁忌 是 环游秘境 鱼下巴 是 环游秘境 下巴 是 谢谢 OK 鱼下巴 谢谢 感谢 然后 Brother Chan 是 谢谢他从美国过来 他给董哥加油 谢谢 谢谢 宋秉龙 是 谢谢秉龙 非常感谢 没有留言 但是很感谢 道洋 道洋从中石里面 开记者会 然后 说明主党 那 董志生 在 这我一篇文章 就是 讲柯文哲那个时候 他们在搞主党 搞什么 都是用公家的资言 就很好笑 那 我们知道 台湾很多人 行政不中立 像苏贞昌 像蔡英文 这些人都习以为常 用公家的资言 大家都不会手软 柯文哲也一样 人家讲他 继生立法院 继生议会 这都是事实 就公家的好处 我不沾 我怎么对得起自己啊 就这样 好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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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欢迎 小董真心话 那 其实小董 我有时候讲这东西 我有时候真的很无奈 你知道吗 因为你讲东西 就尝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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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那可是 台湾社会 很多事情就很遗忘了 柯文哲今天占了一个媒体 一个版面 柯文哲断言 何友宜 2024年会 偷党 偷国民党 来选总统 跟朱立伦对干 所以我刚开玩笑 我说 蔡英文明年 回去变姓 他要当 台湾唯一的女总统 也是蓝总统 我信口开合啊 版面啊 柯文哲不负这个责任 大家喜欢听他里面 随口乱讲 这八年来 柯文哲 老实讲 因为我跑台北市长 我说洗水的时代 我就在跑了 柯文哲 是台北历年 历年来的市长里面 事情做最少的 他没有政绩啊 干了八年没有政绩 每天就讲鬼话 占领媒体版面 就这样 对不对 很多人问我说 诶他政绩 好你讲在哪里 讲来听听啊 很多人说 黄珊珊干了20年议员 然后又当 那个最了解台北市 好他当20年议员 请告诉我 这20年的议员 他有 有过什么表现 他有执行过哪件事情 让你印象深刻 他有替老百姓做了哪件事情 提案 在市议会通过 变成一个政策 你给我讲意见 没有 我周遭 很多人支持黄珊 我都问他这个 没有一个人讲得出来 20年议员 你怎么都干不 意见都讲不出来 我一个朋友啊 他是台北市议员 他 他不显啊 陈奕洲啊 陈奕洲啊 陈奕洲不显了 我就跟他讲你不显了 可是 人家会记得你是什么 你有几件事情 对不对 有几件事情啊 那这些事情 譬如说大湾北岸南岸 这是你讲出来啊 政府接受了 对不对 基隆和结婉起职那些 潜意 人家都记得你啊 是啊 你一定要有些事情 让人家接受 我有印象深刻的事情啊 那这样你就觉得不错了 但是哦 柯文哲没有啊 黄珊珊有吗 讲得出来吗 所以 从政哦 有时候要这样想啊 我是有很多机会从政 我都不干了 有人叫我去当官 我记者 有人说你来参选 我选县长了 金门县长了 我每年都被人家找去 你来选 选 选金门立委 台北市 台北市議員 我是从78年 就被民进党召唤 说你来选 我都没有兴趣啊 因为我知道当公职有个责任 你兼公职 你就有很多公家的资源 那你做了 要留给人家探听的啊 今天台湾不是啊 今天台湾从事公职人 都赚大财 赚大钱啊 好好笑喔 李登辉 变那么有钱 宋楚仪也不遑都让 对不对 我怎么那么有钱啊 你公职不是只有公务人员的薪水吗 你的薪水有时候常不够用 你光做那些匾额 红白铁子你就不够用 你说 有编特别一帅 会够用吗 绝对不够用的嘛 那不够用 要倒贴 我不干啊 我干嘛花我的钱 来做你们的奴才 我不干啊 可是你今天看到 台湾大家弃之肉物 要嫌疾啊 陈时中第一站去了 他跟这26个议员合照 第一个弃了 大安文山啊 我昨天上一个节目 因为我右手边做高嘉仪 他过去是台北市议员 现在是立委 我说真是丢脸啊 我说你自己当过议员 民进党党内出选 党内出选议员喔 台北市议员喔 有人花意义多 每个人都知道是谁 为了一个议员 党内出选 还没正式进入选举啊 然后陈时中 在那夸夸而谈 哎呀 讲说哎呀 什么 什么生老病死啊 怎么样怎么样啊 我听了哈哈大笑啊 生老病死 陈时中你有脸 讲生老病死 有多少人 因为你阻挡BMT 阻挡疫苗进来 而死掉的 这是铁镇如山的事啊 你们怎么去阻挡 恶类啊 对不对 二雷到正元法师 都要去呛蔡总统 正元法师这辈子呛过谁 我认识他三十几年 他这辈子 你从来没有看过正元法师 会对任何人急言力射 从来不会有 各位朋友 你可以看第九台 你家里有些爹是大爱台 他从来不跟你急言力射 那好吗 结果他去呛蔡总统 你们挡我那个是什么意思 我要跟你见面 蔡英文只好跟他视信 他说为什么政府在阻挡我们 我们要买BMT疫苗来送给政府 让大家赶快打 怎么这个也在打呢 是 因为民进党要图立高端嘛 你们送五百万剂 我们高端就少打五百万剂 那我们怎么办 你们就是这样啊 你们高端 疫苗做不出来 三期实验弄不出来 我们赶快跟国外买现成了 不行 民进党说不行 民进党是个邪恶 畜生的政党就在这里啊 对不对 他们告我说 你帮我们畜生政党 我光凭这一点 我在官司 我就有把握打赢你 这不是畜生是什么 不要脸 以意谋财 垃圾到极点了 以人命为这样 然后陈志宗说 我没有阻党啊 你没有阻党 你们故意不让他进来 每天挑三阻四 哎呀还要怎么样怎么样 我还要什么 延场证明要怎么样怎么样 每天去阻拦他 怎么没有 已经到了那种不要脸 毁以首思的地步啊 所以我小董 我老实讲啊 我生平得罪人这么多 绿色当然非常多 蓝蓝蓝 当然一堆人也被我得罪 常常在留言板 其实我也不晓得他是蓝是绿 那我假包了一堆的 那民进党养很多狗 也会来这边跟你呛啊 什么样 各位不必理他啦 但是我讲 我们 在做很多事情 你要自己去看嘛 为什么呢 因为民进党 他除了 去颠倒黑白去搞这些东西 他手上有政府很多钱 他可以去收买啊 他可以去做很多事情啊 你看林志坚 林志坚说我盖这个球场 我们还跑去 去日本参考 球场要怎么弄 我这球场只是整修哦 新竹球场只是整修哦 但是我很慎重 我带着24个人去 哇他们 花了100多万啊 去日本 五天四 四月啊 五天四月啊 他们去湖岗看球场 湖岗是一个室内的 室内的 你现在新竹是室外的 室内球场跟室外球场 是不一样的嘛 这是常识啊 然后看了又 下来就很多奇奇怪怪的行程了 对不对 你要去有这些人 去有这些人 哇 媒体好几家啊 所以这是什么行程 我告诉你 他带了好几个摄影 这是什么行程 这是一个外警队 这个不是考察队 我告诉你 这就是外警队 然后去哇 市长在那边 哇 眺望的是球场 在思考 哇那照片拍出来 哇 你看您之间 为了新竹球场的未来 啊正在做一个 这个严肃的沉思啊 对不对 拍出来就是这个结果啊 然后摄影 带好几个 有照相的 有摄影的 有 有管音控的喔 各位他们就这样啊 又为什么 因为他是外警队 外警队 用公交的钱说我们去考察 考察回来 哇拍好几 好几组影片 照片 哇上去 哎呀小智市长喔 哇真怎么样 大家夸赞啊 手带那么多记者去 记者 当然是招待啊 所以外警队又兼什么 又兼卫绕 犒赏啊 不就这样吧 各位我讲就是一个真实的情况 我在新闻界太久了啦 我一看我就明白啊 问题是老百姓的钱啊 你花了也就算了 你这个球场弄好一点 没有啊 你要开张之前 人家也跟你讲哪里有问题 也不改善 就给球员上去了 各位 为什么 你记得小董常常在节目上讲 我们台湾喔 你看地方记者 地方记者都跟 那种地方政府挂在一块 所以地方政府每个人都是五星级 几星级几星级 就是记者堆去 那关键在哪里呢 关键在你地方的首长 你舍不舍得花钱 这个钱反正是政府的嘛 地方政府的 你舍不舍得对记者花钱 你给他他就讲你好话 你招待他他就给你那个啊 我有时候到地方我们的记者 去取个温泉 我说这么好康啊 一堆一碟温泉件 各位 这就是问题啊 为什么 因为大家知道说 我们会有办法的啊 各位 我讲喔 有时候看了你这是好好笑 你知道吗 原来所有的几星级几星级 是可以 制作出来 堆砌出来的 民进党政府太懂这个了 太懂了嘛 所以他有胡萝卜有棒子 他棒子很厉害啊 司法 媒体围剿 起底 那胡萝卜呢 给你一些好处 带你出国玩 你就懂 你的好的东西 就每天报道我 哎呀小智智长真好 對不對 就玩这一套嘛 好在哪里 好在哪里 这球场为什么 从 还没有用到现在 没有记者在批评 很多人受伤了 才大家一起来批评 那你们这些媒体现在干嘛 你早就该讲 这里有问题啊 啊不行 因为我们有跟他进胡钢玩啊 各位 就这么回事不是吗 一起来嘛 来 刚刚念到道阳 是 谢谢道阳 然后新错六 谢谢新错六 新错六 也是老朋友 然后道阳又来了 他写董哥一篇好文 就马上九 跟赵腾雄公开讲过一次篇 这是讲大鸡蛋的 各位朋友可以上网看看 然后 张淑温 谢谢张淑温 董哥最懂 是 谢谢张淑温 然后 可小姐 菲律宾可小姐 她斗恋我 没有留言 但是非常感谢她 艾玛 简 是 谢谢 简小姐非常感谢 好 谢谢 谢谢 那 我